Kunichiwa everybody,我是秋石,欢迎回来 好多朋友关心我最近在忙啥 我最近在给客户办公司办签证 的确人有点多,所以比较忙 但是在忙呢,看房也不能停 今天咱看一个建于1985年的 既可以住,又可以当办公室的房子 面积超过9克平方,两室一厅 那走,咱去看看 来到楼下,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AutoLow 别看楼楼,这个可不少 对面呢,是集合邮箱 这个看起来户数还挺多的 而且呢,都是带密码的 非常的安全,像这种啊,没人住的 基本都会把它贴上,省着有人往里乱偷东西 这个地方是管理人室 管理人天天在这宅着,我刚刚进来还唱着歌呢 突然老奶奶打开窗,吓我一跳 来,咱先看看这个走廊 没办法,谁让楼领老呢 话不多说了,咱赶紧开门进去看看 进来右手边,首先是一个厕所 这屋里啊,装修完感觉的确不一样 就跟新的一样,厕所呢,也都是全新的 别以为我在给你行礼物,还要告诉你 这有个坎儿,下里别摔了 这个呢,是第一个小卧室,在右手边,面积呢 7.78平方米,而且配了一个 可以走路式的衣帽间,这个空间啊 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旁边呢,有一个小台子,可以像我这样 装装相,学习什么的 说白了,这里放个床啊,当个卧室 我觉得也不错 那出来之后,再往前走啊,右手边就是我们的 洗衣部分,也是完全装修裹的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而且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像这个三面镜后收纳的洗面台 以及洗机放置盘 还有这个功能贼全面的浴室 走,咱再进去测评测评浴室 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伸开双臂 完全没有问题,浴缸,赵冠丽 咱也进去试试大笑 诶,这个门太漂亮了,我真忍不住要摸摸它 那经过这扇门呢,咱就来到了 这个超级大的客厅部分 差不多有32个平米 诶,这是个什么鬼,为什么在客厅 还会按个这个东西 这不是个血管吗,为啥要把它放针呢 搞不懂,搞不懂 转过山呢,这边还有一扇门 拉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个收纳 还是对称的,这个是挺不错的 整个屋子采光也是很好 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厨房了 厨房呢,也都是全新装修的 配备的设备都是非常的齐全 整个配色呢,也是给人一种比较高级的感觉 那咱接下来再往这边看一看 这个屋子还是蛮大的 有10.7平方米,只不过有一个凉 咱可以过去试一试 诶,刚好诶,我能过得去 课厅好像也有一个,咱在这试试 诶,什么玩儿 这咋这么,磕死我了 不过呢,这整个眺望还是挺好的 往右面呢,就是能走到长虎桥和新摘桥 那我们再来这个房间的后面看看 诶,这还什么东西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可以走路式的衣帽间啊 空间真的是相当的宽敞 非常非常的棒 诶,这是什么 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门 来,咱打个瞧瞧 这是通往什么地方 哦,哦,原来是这样 它这是有两个出口的 所以其实这面呢,它就不是一个卧室了 它完全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自己的办公室 像这种收纳呀,还有这个厕所 看一看啊,这个厕所呢,完全就是这种 事物用的厕所的这么一个标准 还有一个小的洗手台 这么一看,这个房子真的是帮帮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秋实,咱们下次再见,拜拜